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上次其實我是同鄉 我是拿著加拿大護照的大哥 今天我們打算來做一個初班 但要籌集經費 首先這個影片想大家看回 上次來到今天表現如何 講過的加拿大指數、加幣和股票 TXC指數我講明 學生證明當時我講是在破萬六 其後去到十二月已經破了萬六點 還要去到一萬六千四 我都講過兩隻股票 Starbucks和Manulife的加拿大版 兩隻都升了分別16-17% 加指就差點了 當時我分析的經濟 你全部想和他講完 就可能會走弱 現在亦都是比起Summer的時候 走弱點 即是1.283 會不會走强呢 所以我當時說 未來下半年都不要碰加拿大房地產 除非你有必要花 今天很簡單的request 就是因為我們 如果加拿大人知道Toronto Reptors 如果今天有機會結尾 就是6月1 如果有機會 我想我下次 我兒子到30歲都不會結尾 所以籌集經費 去多一次這個旅程 去吧 然後上了初班的時候 我7月8月再去加拿大 可以上中班、高班、轉階班 所以現在就想大家 希望邀請大家 希望我們會做一個試堂分享會 是免費先上的 OK 你的時間 5月10日星期四 晚上東岸的七半至九半 和西岸的七半至九半 做足兩場 都會做一個試堂分享會 首先來了 有沒有興趣來初班呢 去完了那個分享會先提 如果有興趣來初班呢 那厲害了 我會在我自己的家人去這個旅程 就是6月1日會帶來這個籃球 這個護照和渠王 渠王呢 渠王呢 會過來見大家 因為渠王是溫哥華來的 他堅持溫哥華很多人 亦都是的 我去了多人多 大家才說溫哥華有人 現在不要再錯失了 現在暫時應該都是有100個報名 那麼我們的目標就是 600個會起碼來到試堂分好線上 我們才可能有機會來到 籌集經費來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我籌集到經費 來看Raptors和見大家 希望大家記得下面要馬上報名